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善男子善者人 授持读诵词经 那个词经是指金刚经 做金刚经好啊 授持是依照金刚经的教会去做 一教奉行呢 治好人呢 但是什么呢 被人家亲近 被人家轻视 就是刚才讲了 被人家侮辱 被人家轻慢 佛说 这个人心是罪业 应度我道 他要不受持经刚经 要不修佛 将来会度我道 现在修佛这样认真 努力修学 还被人倾尽 被人家糟蹋 这个人的罪业现在就爆掉了 将来不会再度我道了 不但不度我道 当得摩雷多罗三了三菩提 他有点久 你看这多好呢 所以我们听了佛这些话 心里得到安慰 佛讲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遇到逆远 遇到逆境 心地要非常坦然 要认真去思过 别人回报我们 我们好好的想想 我有没有 如果有 赶快改啊 要没有好好的勉励 绝定不能做错事 有则改制 无则加冕 这就好 绝不要怪别人 不可以由因恋 成灰心 报复心 那就错了 那我们又堕落了 我们对他还是恭敬心 还是感恩之心 他替我消灾灭罪吧 是我的大恩人吧 我怎么不感激 那么我自己的修学 还念念给他回向 给他祈福 这是我们应当 要这样做法的 佛教导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